带着小丑样貌的口罩 穿着五颜六色的服装 一群小丑们惊喜登场了 但你注意到了吗 其实这群小丑也都是长辈了 他们来自关怀小丑志工团 专门到各地安养院艺演娱乐长者 像我在表演的时候 我希望跟老人讲 你要睡得好 吃得好 你要动手 最重要心要动起来 心怎么动很简单 笑起来就好了 要破了 来了 要破了 他是关怀小丑志工团的创办人黄世代 一位71岁的小丑 美国科技副总退休后回到台湾 他感慨在国外 乐龄活动非常普遍 但台湾却没有人在做这样的活动 他决定之声扮起小丑志工 那自从我2013年第一场表演了之后 我继续下来就很多场 我碰到的困难就是 因为我一个人 其实有一次我到一个场地是60个人的 所以我一个人从左跑到右 从前跑到后 这种跑动我觉得太辛苦了 所以我从2015年6月我记得就开始培训小丑 2015年黄世代成立关怀小丑志工团 带领更多不老小丑 一起到安养院散播欢乐宅配爱 直到现在志工团已经成立7年 服务超过100多家老人机构 最后一个动作是 志工们的培训课程完全免费 黄世代希望参加者都能释放出内心的快乐小丑 愿意跟着到老人机构娱乐长辈 也享受过程中奔放的自己 大家都问我说 老师我不会表演吗 我还不会笑吗 我说很简单 如果你还记得逗baby笑的话 你就可以逗乐乐笑 你只要把心打开 你除了你要动手之外 你要动你的心 心一打开动起来 笑容带在脸上之后 你整个这个想法就改变了 不一样的是 这群卖力演出的小丑 其实平均年龄已经65岁了 这群不老小丑的最大目的 就是希望看见长者们脸上灿烂的笑容 即使自己也年过半百 一样能用热情与活力 感染台下的老人家 我是在科技公司 六年级公司 我二十多年的专业经理人 那我是因为我的婆婆 重工失智 我会决定说 就是工作词调 这是专心的物文婆 我就是因为这样子 怕无恶 那时候我看到大黄哥的报道 然后我就跟大黄哥 约在市场关子喝下午茶 我说一杯咖啡喝下去 从自己下午节之内 因为大黄哥在那一天的下午茶 他跟我说 他的梦想是 要带着一群志工去安排 我们当小丑不是要表演 我们重点是 带着他们一起玩一起互动 带给他笑容 希望一个小时之内 让他们舒缓一下 他们的慎重的苦门痛苦 真正的小丑并不是要 在我台上表演 是真的要带动 安养人需要的 长辈需要的活动 我希望说 我可以不管活到哪一天 我都是能够去做 服务别人的开开心心的小丑 其实我是90岁的小丑 也许我可以带动 比我年轻的 或是比我年纪大的 就算是在每一场 一演结束后 志工们仍然意犹未尽 他们聚在一起 分享演出后 收获的喜悦与感动 其实很内修 还像的 对对 我以前没有这样子 但是我觉得很压抑 自己会这么 虽然没有那么开 但是你这样子啊 也是一种突破 对对对对 我现在非常愿意来 就是关怀长辈 就是陪伴另外一个自己 因为我们都会老 其实我觉得要慢慢一步步来 因为有时候会投射 会反射 如果我是他 我怎么办 可是当你一次一次的陪伴之后 累积起来 你就会发觉是说 很开心 你可以陪伴他 这一个小时 关怀小丑志工团 成立到现在的一大转变 就是从农妆小丑 变成小丑口罩 以及红鼻子替代 他们想表达的是 与世俗小丑不同 他们代表着温暖与陪伴 我们最大的一个改编 是我们有自己的logo 也发在我们的口罩上面 那你可以从眼睛 眼睛看出来的世界不一样 充满爱 充满正能量 然后小丑的红鼻子 是一定要的 嘴角的部分 我们强调的是 会心一笑 让人家看了 就很舒服地微笑 而不是狂笑大笑 漫长与苦闷 已是许多人心中 老化的代名词 但谁说老了 就伴随着孤独 无法拥有快乐呢 面对老去 人总是会老的 把日子每天的 概奏事情做好 然后每天的目标 把东西学得好好的 然后这些目标 完成之后有成就感 所以增加你心理上的 健康愉快 每天的日子 如果能够在每四人事之前 努力把它做好 快快乐地做好 这就是老去最需要的态度 小姐 快乐地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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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乐地做好